六年四段情勢,男子葛墨 被受感情和金錢困擾的35歲水電工 在家葛墨自殺,飛鴻及時發現救回他一命 他和兩個四歲和七個月大的兒子住在沙田和邪 之前大兒子因為皮膚病入院,前日院方找不到他 就通知他姐姐來接兒子 姐姐回到去,竟然看到弟弟和內地女人一起 姐姐不斷罵他,他生氣得衝出去想跳樓 當晚個內地女人就走了,翌日飛鴻買送回來 消防接報到長坡門救他 原來他過去六年先後呈陷四個內地女人 其中兩個還幫他生兒子 但每次都因為金錢瓜葛,冒質而終 他七十多歲的媽媽說,他和媳婦鬧不和 搞到他經常被兒子罵 我以前上席,想想,不值得 醒他的醫生不接,他自己不接 最後房署安排他搬到石劍美的長者單位 現在公主要不要回家 他人和我講到十五年 後最終到二十四年 會不會出現 他媽媽的食物 是一首歌 現在公主要是管 他人家 也找到這個 後來 他人家 感谢观看